好,大家下午好 我给大家介绍川菜制作 那么川菜制作 是我们中国菜肴的 主要的这个组成部分 也是在世界上影响力 比较巨大的一个菜系 川菜在制作 方面来讲话 我今天主要是从川菜的这个介绍 川菜内部它那个分成这个流派 根据这个流派 我们有上伙伴下伙伴小伙伴 由于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我们的这个特色有差异 那么川菜 川菜是中国最有特色的菜系 也是属于民间最大的菜系 川菜 属于 享有这个一菜一格 百菜百味 比如说 我们的这个菜 它可以是 做的这个菜肴 不从味 原料不从福 通调进化 不同 川菜是中国汉厨传统的四大菜系之一 中国菜肴 它讲究的这个四大菜系的话 就是我们川菜 卤菜 粤菜 白羊菜 那么也有的讲这个八大菜系 或者是十六大菜系 它都是属于我们中国 比较有特色的 是属于中国料理当中 集大成者 川菜 我们有本土川菜 和海派川菜 这种说法是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这个交流 出现这个相互这个交流 交通便捷 那么我们选用的这个食材 更加多元化 我们川人历来 讲究这个 拿来主义 把别人好的经验 我们吸取过来 来消化吸收 而本土川菜当中 我们四川菜 这个菜系哪样啊 它不只包含我们川菜的 川味的菜肴 还包含我们川点小吃 还包含这个火锅 它是一个体系啊 你看我们这当中的这个菜 来进行展示 你看我们这个薄薄鸡啊 这个火锅啊 然后毛血蚌 然后这个水煮鱼啊 这些都输属于我们 在川菜当中比较快制人口的一些菜品 川菜在这个烹调方法当中的话 它有说炒 煎 干烧 炸 熏 炮 炖 炖 炖 还有就是说 我们进行焖 焦 铁 爆 等38 8种以上的这个烹调方法 现在来说 我们有很多方法 也在进行复合 也在这个复合 也在西区 西餐 以及我们中国其他菜系的一些特点 烹调技法 把它运用过来 在口味上 我们特别讲究 色 香 味 形 兼有这个南白之产 以川上来原花语 味多 味广 味厚 而组成 那么这个川菜当中的话 表示我们讲到这个炒 它主要是采用 采用这个油 作为残热介质 来进行快速加热 在我们川菜当中 讲的这个炒 它是强调的 是一锅成菜 不换锅 不换油 而在这个煎当中的话 我们也体现 就是说 它是用油 作为传热介质 煎到这个两面金黄 以右的是煎一面 表面煎到这个焦香 然后再用于这个烹调 然后这个干烧 干烧原料可以通过这个码味 通过这个码味 通过这个码味 然后通过这个初步熟处理 可以跑一下油锅 给它炸到这个定型 在烧的时候 它成型就更加好一些 这些方法 我们给大家的话 都是我们川菜当中的话 可以这样来讲 有一句话来讲 我们川菜 干烧干扁 小煎小炒 独具特色 独具特色 在这些菜肴 每一种菜肴 我们川菜的这个制作 从工艺上来的话 每一道菜肴 都是通过我们这样的 不断地对这个食材 这个选取 来进行改进 激发的这个改进 改良 形成了我们的一大特色 一大特色 在我们这上面的话 我们食材的这个火爆药花 在选料当中 我们可以从这个选料上来讲究 一个是选我们这个大败猪妖 给它选择 选好以后 新鲜的这个大败猪妖 不要通过这个冷冻 新鲜的这个大败猪妖 给它去掉外面的这个筋膜 用刀采用这个平刀法 一破为二 再把中间的腰梢片进 在里面 给它按照这个45度的这个角度 我们这个 也有很多讲究这个角度 45度的这个角度 给它打上这个刀具 0.3厘米的这个刀具的 斜刀 深度 我们要达到这个四分之三 原料厚度的四分之三的这个深度 然后再给它按照90度的这个角度旋转 在直切 直切的深度要比斜刀的深度要深一些 这样它翻出来这个花成这个凤尾形 我们也可以叫这个 为什么在这个方法当中叫火爆 在爆炒和我们的一般小炒还有区别 这个爆炒当中最主要是火力更浓 我们采用这个旺火油温 选用这个七八成油温 就说我们油里面这个锅的这个温度可以达到两百来度的这个温度 下锅快速爆化 就说让这个腰花进行翻转 腰花在这个下锅之前 我们还应该注意我们穿菜要做好这个辅料的这个搭配 辅料的这个刀工处理 然后做好卯味 主料的这个卯味 对芡 我们四川这个小炒和爆炒的都需要对这个碗芡 它是不换锅不换油 一锅成菜 要完全是靠我们厨师 看这个火里面在锅里面 这个火中抢菜 抢火后 达到这个脆嫩形态美观 然后这种特色 另外来叫做这个葱烧 葱烧鲫鱼 然后我们这个干扁肉丝 干扁牛肉丝 五香熏鱼 或者说我们的做这个 可以在凉菜当中 我们做泡椒 泡椒鱼条 这些都可以 比如说这个方法 它有这个凉菜当中的 制作这个菜 有我们这个凉菜 有我们热菜 在这个卫星当中的这个特点 穿的这个特点 主要是在于这个卫星多样 我们中国影视当中有一种说法 是在广州 位在四川 我们四川站 可以 四川出售了 可以通过简单的 七卫 基础 卫星 七种单一的这个基本卫 来进行调和出 很多这个复合 那么选用的 我们用的 在调料门中 四川 泡新乡 由于我们四川 地处 它就从这个泰国 口味喜欢这个 酸甜辣 这个风味 它主要是 由于这个地域位置 大家长期继续这个 生活习惯 来形成了 一定这个特色 我们四川 就喜欢用这个 新香的这个料 比如说 在古代的时候 就喜欢用这个 芥末 后面 胡椒 引一过来 通过这个丝绸之路 引进到中国 我们选用这个胡椒 本地的这个花椒 然后这个 从明朝的时候 引进的这个辣椒 我们都 是属于这个 辣辣主义 来进行 八样观察 比如说我们四川 做的这个泡椒 以及这个豆干酱 这些调料 为我们川菜的这个味性 丰富多样 来贡献了 不少的理念 比如说我们这当中的 这个 我们的 一个是 鱼香味 家常味 它都离不开 我们四川的这个泡椒 和豆干酱 还演化了相应的 这个麻辣味 酸辣味 姜麻味 这个姜麻味 就主要是用这个花椒 和我们这个香葱 香葱叶 来进行制作的 口味比较清淡一些的 以及我们的这个红油味 怪味 这些味型多样 无一不是这个存厚 这个厚实存浓 各种菜点 无不快之人口 比如说我们川菜的这个菜品 非常 比如说我们这个鱼香肉丝 鱼香肉丝在制作上来的话 它是吃鱼不见鱼 鱼香肉丝当中的话 我们选用的 主要的这个调味品 是选用 鱼辣子 就是我们在泡制泡菜的时候 泡辣椒 这里面要放鲫鱼 通过这个 把这个鲫鱼的这个蛋白质 通过在进行 泡制的时候 通过这个乳酸分解 它蛋白质进行分解成氨基酸 提高我们这个调料这个漩涡 漩涡 它在做的时候 我们四川传统的 诗选用这个冬笋 前面我们在原料学当中 给大家介绍过这个冬笋 这里比较脆嫩的这个原料 颜色上搭配 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便于成型的话 我们四川 名菜当中 把它改为这个青色 木耳在配备的时候 都有这个菜的这个标准 名菜标准 在整个这个菜肴的话 它要讲究 色泽红量 然后肉丝细呢 姜葱蒜味付出 口味来讲的是咸甜酸辣 口味进口的话是咸甜酸辣 所以我们在川菜当中 制作当中 它最主要是我们 味美 我们对于这个 风味的这个把握程度 把握程度 你看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椒麻 这个颜色 还可以再清一些这个椒麻 现在我们可以利用 我们现代机器 把这个香葱叶 和我们这个 可以选用这个青花椒 也可以选用我们这个 生花椒 加点这个喧汤 用这个破壁机 给它粉碎这个颜色 就更加选一些 更好的来示范 这种菜肴的话 作为这个凉菜 我们可以在我们川菜 宴席当中 在主配当中 作为这个夏季 主要是夏季秋季 清闻比较炎热的时候 我们来进行 另外这个口味比较重的 麻辣的这些口味 我们可以在这个冬季 这个时候来示 好 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川菜当中 有些 我们现在 这是我们 在我们学校在教学当中 平时给同学 来进行介绍的一些川菜 有代表性的菜品 然后这当中的这个 我们可以把海产原料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海味 海派川菜 就是说在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把这个鲍鱼 海产品 鲍鱼 南花蟹 这些蟹 按照我们四川的这个方法 控制方法 来进行 给它 我们强调的 我们强调的是色 香 味 形 气 之 眼 这几个方面的综合配备 综合配备 另外从这个我们川菜 不只是在口味上不只是突出这个麻辣 还有以这个咸鲜口来建厂的 讲究这个口味醇厚 比如说我们这个传统菜肴的这个浮中鸡片 浮中鸡片 还有这个鲜溜祭司 他是非常注重这个火红的 讲究这个质地比较细嫩 乳口 非常细嫩 色泽结白 在做 制作这个菜肴的时候 我们 比如说 这个浮中鸡片 在我们四川的这个 传统菜肴在制作的话 它的这个计划当中 就 涉及到这个浪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温油 这个油温 温度就是90度左右的这个油温 我们首先锅要制好 调好的这个鸡箱 这个鸡脯肉 选用这个子宫鸡的 子宫鸡的鸡脯肉 然后用刀背垂笼 排进剁笼 以后 加鸡蛋清 加盐 可以少加点这个胡椒水 姜葱水 然后只是取味 给它调成这个姜状 少加点这个水淀粉 要调成这个姜 我们小勺 咬到这个锅里面 用这个油 伸到这个锅边 下去 给它 再用热油 弄过来 让它成形 成片状 捞到这个鲜汤里面 退油 再进行绘制 一道菜肴 它特别适合于这个老年人 还有我们这个高档演习当中 这个鲜溜 鲜溜鲜汤里面 我们也是选用这个鸡脯肉 也选用这个纸鸡脯肉 来做的这个菜肴 可以给它加工成 这个成形选用我们的番茄 选用这个丝瓜皮肉 颜色上来搭配 它也是非常注重这个火候 它这个鲜溜方法是属于采用这个鲜溜 成菜来要的话 要达到这个细嫩 细嫩 洁白 然后色着美观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 另外我们四川为了这个纪念 我们唐朝的这个诗人 李伯 我们川菜当中 做了这个太白鸡 太白鸡 太白鸡 他用我们的这个烧 靠的这个方法 选用这个鸡翅 也可以选用这个鸡肉 给它攒成块 用我们四川的这个泡椒 加上我们的这个鸢椒 加上这个甘辣椒 花椒 姜 蒜 姜 葱 也可以少加点这个红酒 现在的洋方很多 在制作的话 可以加点这个红酒 加糖色 来给它自然收 自然收 达到这个色泽红亮 这种太白鸡 然后干扁牛肉是 就说我们选用这个 武汉金菜的这个牛肉 主要是选用这个 牛鸣肉 就说牛的这个后腿肉 后腿 这个腿部的这个上面 不要这个钻子肉 用这个牛鸣肉 然后给它切成丝 切丝的时候 我们还非常强调 按照这个纹路 要横着纹路给它断掉 它的质地 就更加这个细嫩 这个是要给它扁干 少量油 放在这个锅里面 用中小火 你看我们这个 在火力当中 有的菜肴用旺火 有的菜肴用这个中火 不同的这个方法 不同的这个技法 时间来进行把控 再把肉扁到这个水分 脱干 在脱干这个环节 可以加料酒 可以加点底盐 让它有一个这个基础味 起到这个气味 然后用我们四川的这个豆瓣酱 用干辣椒 姜蒜丝 然后在制作的当中的话 我们这个菜肴 离开我们四川的 用这个空心芹菜 加这个芹菜 它可以很好的去掉这个心肠味 还可以配点这个大葱 也可以在这当中的辅料 我们要原料菜品当中的这个荤蔬搭配 它都强调 一个是能够很好的去翼提旋 起到这个效果 好 我们川菜来讲的话 上河班 上河班来讲的话 川菜的这个上河班 川菜它分成三个领域 它组成了我们四川 川菜这个上河班的话 它也就是以成都和洛杉威 核心的这个融派菜系 其特点是清明平和 调味丰富 口味相对清淡 都为这个传统菜品 荣派川菜讲究用料精细 准确 严格以传统经年菜为准 来表示我们这个鱼香肉丝 它形成一定的这个标准 它这个味道温和 绵香油肠 其中呢我们川菜的川菜当中的这个宫廷菜 宫廷菜 宫廷的这个高档菜 颇具 通常颇具典故 精致细腻 多为这个流传久远的这个传统名菜 就是历来作为四川总督的这个官复菜 一般酒店高档宴席 菜式的这个川菜 均以成都川菜作为这个标准菜谱 比较说我们在做当中的话 有推杀万语 然后我们这个剥脚鱼肚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川菜当中 比较很有这个传统的一些菜品 然后我们四川的这个干烧海参 它都是属于这些菜式 著名的这个川菜菜品当中 有麻婆豆腐 川丝粉蒸肉 夫妻废片 蚂蚁上树 蒜鱼摆肉 芙蓉鸡片 锅巴肉片 以及白耀豆腐烧板 我们的甜寒烧板 然后盐尖肉 东坡肘子 另外我们精心来讲 我们四川乐山 苏期的这个翘脚牛肉 那么上和班 他这个菜 他也有以这个海鲜食材 以及东部的这个活鲜 来创造的这个新派串菜 比较说这个香拉县 就是在 1997年在成都开始流行 到封闭我们全国 封闭全国 那么这个东坡种子 是我们梅山 在宋朝的时候 大师人的这个苏东坡 苏世 他制作的这个菜肴 它体现 就说在这个梅山来讲 有这个东坡文化 它最主要的这个菜品 东坡手折 它体现的特点就是说 烧制当中的这个药局 扫着火 慢着水 火候足 它会自美 如果体现这种特色 然后我们四川的这个粉蒸肉 采用我们这个米粉 传统这个用这个米粉 就用这个我们米饭的 做米饭的这个米粉 为了增加这个口感 可以适当配上 10%到20%的这个若米 在锅里面干炒 加上八角 散烂 还可以加点干辣椒 花椒 给它炒 炒到这个炒熟 有点香味 释放以后 然后用我们四川的这个石膜 给它磨成 这个中冷粗细的这个粉 如果说太粗了 它口感不好 太细了 它这个米粉的这个香度不够 就是说要讲究它的这个粗细程度 然后原料通过这根毛 我在烹饭之前 给它拌和 这里面一般做这个 当中的话就要利用我们四川的这个牢招 还有用我们四川的这个豆瓣酱 还可以用我们的这个豆腐组织 用这个煎 辣椒面都可以加在这里面 根据这个石膏的这个口味 可口味重的 也口味可以清淡一点的 来调节 上楼蒸 蒸的时间 我们就说 它时间要够 可以 45分钟到一个小时 有的质地比较老的 我们时间还可以再长一些 那么 翘脚牛肉 翘脚牛肉 是属于我们乐山苏期 苏期镇老 这个阳湾 这个翘脚牛肉 它这个历史的话 也是有 一百多年的这个历史 它选用这个牛杂 这些通过这个清洗在 这个汤当中进行烫食 进行烫制以后 有的原料 它在这个汤里面 进行长时间煮 煮了以后 有的 比方说我们这个毛肚 有的来 还有就是说 我们这个黄猴 吹肠 它通过这个烫制 它也开发到 我们开发成 我们四川 诺山的这个 全游戏 这是川菜当中的 这个夏侯邦 夏侯邦来讲话 它主要是与重庆 达州 南充 这些夏侯邦 他们的这个 比较大方粗犷 比较粗犷 龙派川菜来讲话 它是讲究这个比较细腻 口味比较醇厚 这个 夏侯邦 它就是非常好的方 大胆的用料 用料 这个大胆 不具于这个材料 而著称 特别是 90年代 从我们市面上出现的 这个酸菜鱼 然后哥罗赛 腊子鸡 这种口味比较动的 香辣 这个香辣炒螺 这些 夏侯邦的这个小吃 它主要与这个达州 南充 传统的川东 历史名城为中心 比如这个 达县的这个 灯鱼牛肉 还有 南充的这个 张飞牛肉 然后 我国的这个火锅 这个花色 分层 然后 百锅 千味 著名的 比如说 有我们重庆的这个 麻辣火锅 还有说 这个主要探视 这个毛肚的 这个毛肚火锅 它都是体验 这个麻辣醇香 明阳天下 广东的 广东的这个 海旋火锅 打边炉 盖着这个火锅 这都是属于这个火锅 那么风靡 海内外的这个 麻辣牛油火锅 方圆于这个 重庆码头 重庆码头 因为中国 在没有汽车之前 在出现汽车之前 我们很多运输 是靠 水运 那么重庆 它地域的话 地域位置 独特的 它属于这个 长江的 这个 主要的这个 干线 所以说 它汇集这个 码头文化 相对这个 码头文化 属于这个 穿车当中的 重头戏 在海内外 想要胜利 另外这个 重庆来的话 是在这个 抗战时期 它作为 中国国民政府的 这个 临时的这个 首都 它也聚集了 很多这个 我们达光国人 这相应的这个 其他菜系 吸取了 其他菜系的 这个 优势 来进行 土地 你看我们这个 毛肚火锅当中的话 它在制作的话 在炭的话 我们强调这个 七上八下 就在烫着的这个火锅 一般是加工成 这个大型的 这个片状凉料 在锅里面 烫着 根据客人的这个口 我们增加了这个 有这个鸳鸯锅 也有了直接的这个 油油锅 青油锅 然后 现在也有这个 橄榄油 橄榄油锅 就说根据这个 时刻的这个不同 不断的这个创新发展 下火方的这个 代表菜来的话 有这个酸菜鱼 麻血碗 重庆的这个口水鸡 还有干菜 炖烧细腻 比如说用这个干酱豆 还有这个水煮 水煮鱼 这些作为这个水煮系列 另外这个腊子鸡 腊子田螺 豆瓣虾 相当被腊子肥肠 这些代表的腊子系列 我们有这个水煮系列 腊子系列 它每一种这个风味都可以 呈现原料不同 我们形成一片细腻菜肴 然后这个泉水鸡 烧工鸡 烧鸡鸡 鱼儿烧鸡 啤酒鸭 这些为代表的 我们这个烧内菜肴 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 干锅细腻 干锅排骨 香那香 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比较快智人口的 大家所喜欢 你看我们这个腊椎 大家可以看这个酸菜鱼 这当中选用我们四川的话 很多选用这个草鱼 草鱼给它开片 去腥 然后用我们四川的这个老摊 蒜菜 泡姜 泡辣椒 也有点增加这个 来进行用这个猪油 来给它炒制 鱼片通过给它上浆 给它加上蛋豆粉 蛋清豆粉 给它抓匀 然后来进行炭 炭的时候来讲话 有点打底 鵬沃 有专门鵬沃的 然后保持这个细嫩的 摄完 非常注重这个火候的这个菜肴 然后除了我们的荣派川菜 然后下伙伴 还有就说我们这个小伙伴 小伙伴的话 它主要是指我们川菜当中的话 小伙伴川菜是以川南自贡 比如说为中心的这个野蛮菜 相应它附近的这个周边呢 比如说衣兵 卢州 内疆 我们也把它归在这里 它这个特点的话 是为厚 为重 为风 为宣明的特点 因为从这个水域来的话 从成都 明江 到洛杉磯 再到我们这个下面 那个宜兵 卢州 再到这个重庆 根据这个水域的话 它偏于这个重庆那边 它们的口就更加 它夹在这个两地之间 两地之间 从这个纽约当中的话 它更加注重 还有它自然做这个盐 就是说志工的这个盐芒菜 特别是它这个水煮牛肉 水煮牛肉 是为它的这个发源地 水煮系列 我们相应的 有这个水煮牛肉 水煮牛肉 这个水煮牛肉 经过 这个虾火帮的 川菜 来进行发扬广大 就成就了这个水煮鱼 然后我们 水煮鱼片 水煮肉片 也可以水煮虾 这些精品菜 精品菜川菜 那么在做这个水煮牛肉 我们在制作的时候 它传统的 一定要用这个刀口画来讲 我们行业当中讲的这个刀口画来讲 是我们这个小锅 这个锅里面少一点油 加上这个干辣椒鸡 花椒 用这个小火 给它培香 颜色有一点类似于这个 偷鱼婆的这个颜色 有一点红褐色 然后给它捞起来 放在菜头上 用刀口 给它 砸洗 呼吸 然后这是在进行盖面的时候 浇 另外还少不了这个豆瓣酱 用这个豆瓣酱 用姜 可以在锅里面炒出香味 熬出汁 现在来这样做的话 也有着这里面少加点这个火锅底料 有了这种做法 它口味就更加浓郁一些 这个牛肉 一般都强调这个上的姜要厚 让它这个汤汁里面自然化钱 而这个辅料当中 一般我们吃饭就选用的 要传统的用这个蒜苗 用大葱 用芹菜 这些含新鲜物的 还有我们的凤尾 就是说窝笋天 这些作为这个配料 可以在锅里面炒 也可以在汤锅里面烫 然后垫底 再把我们这个牛肉上 后上 这样的牛肉片在锅里面划散 牛肉断身 就搅在这个汤丸里面盖面 再撒上我们的这个刀口化海椒 刀口化海椒 再烧热油到七层热的 最好用我们这个菜籽油 烧热这个七层热 给它激发出这个香味 激发出香味 这种出法 这上面这个菜的话 比方说兔肉 就是说冷翅兔 我们刚刚列表这个冷翅兔 自贡的这个冷翅兔 还有宜宾的这个染面 都是属于这个 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品种 那么自贡的这个特色菜 有火鞭子牛肉 然后冷翅兔 冷翅兔 冷翅兔 还有这个 自贡的这个富顺豆花 跳水鱼 鲜锅兔 然后这个鲜胶兔 油浮 烘肘 然后缩边于火锅 内疆的这个特色 有这个之中 球熙和的这个棉鱼 它是属于当地的这个特产 宜宾的这个特色 比如说有这个宜宾燃面 竹海名菜 就是说它主要是有选用这个竹参 用这个竹 竹来做的这个全竹烟 然后这个宜宾的这个鲤装白肉 它是选用这个猪的这个二道肉 八长大的这个肉片 加工成这个宝片 然后这个叶尔斑 一席的这个芝麻糕 薄熙的这个炒糕 炉州的这个特色小吃 有白糕 伦敦糕 黄斑 猪耳斑 珍珠丸 两盒陶片 活姜烤鱼 姜丝 卤菜一角 然后我们这个老牌鸭子 猪丝炸酱 然后我们这个给大家 讲说这个球熙棉鱼 然后宜宾的这个叶尔巴 或姜烤鱼 志工的这个冷吃兔 每一种每一个菜式 都需要我们厨师的这个降人降薪 来用心来制作 首先从食材 选用这个优质食材 然后通过我们的厨师的这个 对这个食材的这个把控 品质的这个把控 它的这个质地 有的是要干香 有的做到这个细呢 这个风味 是相符 在整个这个菜当中 在煮配当中 它口味也是相符 来进行配舞 相符配舞 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 介绍的这个川菜制作 这个川菜制作 也是属于我们四川菜的 一大这个特色这个菜肴的这个制作 我们学习的时候 主要是要把握住 我们知道川菜的这个制作的这个流派 那么这个每一种原料 它在制作的时候 就是说对于这个刀工火候 以及每一个环节 这个质量的这个把控 来很好的做好 希望大家在这个网上学习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来进行探讨 好 dengan 这个 行 好 我们 af 与 我们 我们 ficiente 我们 好 我们 好 我们 咱 感谢观看